美國日前警告 援助俄羅斯的國家 必會遭到制裁 二次號就將五家中國企業 列為制裁實體清單 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在受訪時 還指出提供致命性援助 將會付出真正的代價 班辰政府出手 制裁對俄羅斯提供軍事援助的 中國企業 美國商務部所屬的工業安全局 二十四號公布最新制裁名單 將十三個實體納入制裁清單 其中有五家中國實體 將被進行先進科技出口管制 國務卿布林肯直言 中國透過民間企業 向俄國提供致命性援助 多位美國官員也警告 中國可能會在俄羅斯 與烏克蘭的衝突中 加強支援俄國 不過白宮方面看法有些不同 國安顧問蘇利文認為中國並未運送武器到俄羅斯 也再次警告此舉將會付出真正的代價 日本今年擔任G7 七大工業國集團輪值主席國 除了持續加大幅度晶圓烏克蘭 也發布新一波制裁措施 至於歐盟二十五號宣布 對俄羅斯進行第十輪制裁 對象包括一百二十個個人與實體 當中包含三家俄羅斯銀行 不少與俄羅斯傭兵 瓦格納集團有關的人和組織 有七家伊朗軍用 無人機製造商首度上榜 歐盟希望藉此拖垮俄國經濟 並耗盡戰爭經費 但專家認為制裁恐怕 無法達到預期效果 也不會持續太久 專家指出根據過往經驗 制裁未必是最好的方法 此前歐盟外交官就曾坦言 已找不到新的領域 來作為新一輪措施的目標 公司新聞這位人編譯